不知道大家在PokerMMO中 觸頭目是否一件令你很痛苦的事 是否經常爆波捉不到 還是經常被BOSS殺呢 不需要擔心 這次的影片就教你如何降低以上的問題 在PokerMMO中 如果你想觸頭目的話 其實要有一隊的隊伍 有一隊觸頭的小隊才會輕鬆一點 我這隊伍其實都經過了四次的改良 由以往的1.0 現在已經是4.0版本 即是改了近三次四次 而這隊伍其實已經用了一年 這隊伍我去年已經有用 直到今年其實都可以再用 所以這個4.0版本 其實已經是最終的形態 我相信官方都不會作出什麼的應對 或者是一些改變強化等等 而以往為什麼要改良三次或者四次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官方作出了一些應對 加強了BOSS的機制 令那隊伍就沒辦法再玩了 沒辦法再用了 其實我的觸頭小隊已經放在我身上了 就是這五隻 有些人可能會問為什麼不是六隻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第六隻寵 就是用來做工具寵 也就是做一些游泳 飛行 或者是怪力吹石等等 所以我只會應用到五個位置 首先簡單說一下 上面那一層其實就是一些輔助手 三隻輔助手 而下面這兩隻主要就是為了 令對手睡覺 即是去捕捉那一下 首先說一下這個個體值給大家看一下 五隻精靈的個體值可以看一下 總和其實都不是很高的 頂盡最高的都是128 但是有3V的 但是這3V其實對我們的影響其實不大 因為豆粒菇作用不算很大 去到最後關頭才有用的 OK 看完個體值之後我們看看這個努力值 努力值其實比較重要一點 我覺得很少的 因為努力值都佔多大的能力值 給大家看一下 努力值方面 我歐雲眼就練血的和突防的 其實沒什麼所謂的 練血防或者血突防都可以的 這個龐岩怪就是花岩怪 血防或者突防都可以的 這個心蝙蝠就比較沒什麼所謂的 都是沒什麼所謂的 心蝙蝠只要速度有爆到252 或者它的速度夠高其實就OK的了 而另外屠道犬你見到我是練血速 那豆粒菇也是練血速的 主要都是因為加強它的血量 因為它這兩隻有替身的 所以我就加高一點血量 來頂一頂替身的傷害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的了 OK 那我們先看看這個歐雲眼 其實主要如果打BOSS的話 我第一隻首選基本上可以說 必定是歐雲眼 必定是歐雲眼 為什麼呢 因為歐雲眼它有這個特性是慢出 它這個慢出的話 我們就透過這個特性互換 換給對手 換給對手 那對手就必定是慢出的狀態 同時也都改走它一些有利的特性 譬如是什麼呢 譬如是技術高手 又或者是那些食草 食草這些特性其實都幾麻煩 幾麻煩 所以呢 就順手給個特性互換它 有特性互換之下 它這些特性就完全沒用了 我們直接送個慢出給它 同時也都改變了它的特性 給了一個廢的特性給它 OK 那另外那三招呢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的 其實沒什麼所謂的 另外那三招 那主要為什麼會放一些掘動碎眼 還有閃光呢 主要都是用來做工具的用途 掘動的話 如果你入洞越觸頭目的話 就可以立刻出來 掘動 而碎眼就不用說了 工具廠碎石 而閃光呢 其實比較特別一點 閃光呢 其實就不是說很多一些地方 需要用到閃光啦 譬如是一些 合縱的修行岩屋那裏 就需要閃光的 因為是很黑的嘛 那這個閃光呢 就大派用場了 但是也有另一個用途呢 就是為了令對手 BOSS的命中率降低 那花咸怪的第一招呢 就是氣法 可以把自己的持有物 換給對手的 你看我身上是帶了一個後宮之味 那就二防萬一 如果對手 一下打出歐魂眼 那我也還有一個第二個保險 就是花咸怪的後宮之味 那當花咸怪做了所有他要做的事呢 其實他就可以用這個臨別禮物 來降低對手的攻擊力 而第三招 黑夜魔影呢 其實是一個很有用的技能 因為黑夜魔影這一招 其實是打level的傷害 譬如現在花咸怪100 那他就會打到100的傷害 那譬如如果你是打一些血量 比較平均一點 高一點的話 其實可以吃到兩招的黑夜魔影 那有些精靈呢 其實就吃兩招的黑夜魔影 其實就已經差不多接近紅血了 那其實已經是足德的狀態 那當開完黑夜魔影 其實花咸怪就可以臨別禮物 直接走 然後換場給下一個捕捉的精靈 跟著我們講一下第三隻的 輔助手蝙蝠 那這隻蝙蝠其實就不是經常用的 那我們先講一講 那他基本上是持有道的 就是這個突擊背心 很有趣的 這個突擊背心呢 就是在戰鬥當中 沒有辦法使用任何的變化技能 那心蝙蝠的技能 其實你會看到我有氣法 但是你可能會問 因為我不是帶了突擊背心 為什麼還可以用到氣法這些變化技呢 那就是因為心蝙蝠的特性 就是笨絕 他沒有辦法使用持有的道具 也就是說這個突擊背心 對他是沒有效的 那就可以透過氣法來換給對手 那在什麼情況下 會換這個突擊背心給對手呢 就是有一些頭目會用一些回血的技能 又或者是會干擾你的技能 例如是一些睡眠 自我再生 一些狀態的技能 那這些其實都比較麻煩 主要這個的突擊背心 都是防一些回血的技能 那所以這個心蝙蝠其實就不是說一定要出場 那這一隻呢 只是備用 都是留在這裡備用 如果那隻BOSS沒有回血的 那其實心蝙蝠就沒有出場的機會 那都介紹一下這些技能組 那氣法剛才說過 就是為了突擊背心給對手的 那精神強念呢 其實就主要沒有什麼作用 沒有什麼作用的 精神強念呢 主要就是為了打 可能有些NPC未打 所以就填上去 其實他多了一個位出來的 沒有什麼作用的 那就是有些清除龍武 那為什麼要用清除龍武呢 要清除地圖上的龍武 如果不是呢 那個地圖就會受到這個命中率降低的效果 那你可能會問 那需要三隻都用閃光啊 你有一隻就夠了 那我跟大家說一下 這隻閃光其實是一個很有用的技能 很有用的 那假設對手是一個很高傷害力的精靈的話 其實你是絕對可以用這個閃光 閃到去減六命中 減六命中 那其實這個命中低了很多很多很多 那來增加你一個捕捉的時間 不會被人打死 那之後就講到第四、第五隻 就是屠道犬和豆粒菇 那這兩隻可以說是幫手捕捉的精靈 那大家看看 剛才看過 個體直、努力直都是一些沒什麼所謂的東西 主要都是要練速度和血 或者他不練都可以 因為有慢速的特色 所以基本上你練不練速都沒什麼所謂 OK 不過如果有練到速度的話 其實就有一點點的保險 譬如你不想出歐雲冷的 有些頭可能直接出屠道犬會比較快 比較好的 那就要練這些速度和血 那現在帶大家去看看這些技能 那技能方面 那技能方面 浸水、屠道犬一定要有的 一定要有的東西 那第二招就是替身 也是一招很有用的捕捉精靈的技能 那第三招 粉露門 全部都是必備的 沒有人轉的 這些技能 第四招 蘑菇包子 100%命中率的睡眠 一定是選擇他 而特性方面 因為我不需要用攻擊的技能 所以就用了這個 我行我素 不會受到這個混亂的影響 那都蠻有用的 我覺得蠻強的 因為對手有時候 會用一些混亂的技能打你 會有這個混亂的狀態 其實都OK 或者其實你這個特性 第二個特性都沒所謂 因為會混亂的重 其實都不是真的很多 所以其實沒什麼所謂的特性 那主要這個浸水 其實是為了改變對手的屬性 來種一些效果 譬如是這個蘑菇包子 譬如你草屬性的話 就做不到 或者是鬼屬性 如果你是鬼屬性 就沒辦法做到這個 憤怒門牙的攻擊 但是去到後期 其實就有一點改變 這招浸水 可以說是捕捉頭目的主要技能 為什麼呢? 就因為大家研發了一件事 就是先將對手進入了這個浸水狀態 所有精靈都變了浸水 然後再配合一個叫做布網球的東西 這個布網球其實是一個很強勢的精靈球 它就可以輕鬆地捕捉到水屬性和蟲屬性的精靈 你看到它最大捕獲率是3.5X 其實都相當之高 所以就配合這個浸水改變對手的屬性 來增加自己的捕捉率 這個一定要記下 第二招替身就是為了保護自己 不要被對手打死的一個技能 沒什麼特別的 第三個技能 憤怒門下一個非常強勢的技能 就是可以將對手的頭目HP減半 減半 為什麼要用這招呢? 因為屠道犬其實它的攻擊力非常之不突出 非常之不突出 所以用這個憤怒門下是更加好來傷害對手 也不會將對手打死 憤怒門下只有裝對手一滴血的時候才會打死對手 所以絕對不需要擔心打死Boss又成 憤怒門下非常適合用屠道犬 第四招無菇包子 沒什麼好介紹 就是100%的睡覺 講完屠道犬 下一隻就是這個豆粒菇 你看到首先看看道具 剛才忘記說道具 屠道犬是帶這個正反 大家可以看到的 豆粒菇就是劇毒寶珠 可能會問為什麼要帶劇毒寶珠 因為它有一個特性叫毒療 中毒的話就會加血又不是減血 介紹一下技能 第一招是地球頭 剛才說過這些技能 其實是根據自己的level 來作出傷害 譬如100就打100傷害 跟剛才說的花藍怪的黑夜魔影一樣 都是為了令對手做到傷害 所以為什麼我說它不需要攻擊呢 就是這樣 第二招替身也是保護用途 不會被對手打死 第三招點到即止 簡稱刀背打的東西 就是令對手剩下一滴血的技能 那這一招為什麼我要配呢 其實主要是因為沒有技能可以配 豆粒菇 所以就配下去 但是呢 基本上都不會用到它 因為呢 多數都是先出屠奴犬 之後再出豆粒菇 豆粒菇只是作最後的最後的保險王牌 通常呢 屠奴犬這裡就已經是捉了精靈 但是當屠奴犬死了的話 就可以換上這個豆粒菇再捕捉了 畫面搖身一邊 我們來看看九月二十二號的 沼王的頭目 大家看到用了這個心蝙蝠 剛剛說過了 心蝙蝠的用途 主要是為了扔突擊背心給對手 令對手不會用到任何變化的人 那沼王大家都知道 都會有一支自我再生 所以我們就先出這個心蝙蝠 當換了突擊背心給他之後 其實我們就可以直接換寵勾魂眼 又或者可以用閃光降低對手的命中都可以 不過我為了快 所以就直接換了歐魂眼 其實這個操作也有點危險 因為如果對手兩下把他打死 其實歐魂眼就沒有慢出這個特性給對手 OK 當成功扔出這個慢出特性給招王的時候 我們就用閃光 然後就可以退場 你看到對手的BOSS就會把我們打死 然後我們就可以換上這個花岩怪 剛剛說過這個花岩怪的用途 主要就是為了後攻之尾氣法給對手 又或者是打少許傷害和臨別禮物 但是因為這個精靈剛剛接收了這個突擊背心 所以氣法就不需要給他 我們這裡可以直接用這個黑野魔影 來降低對手的血量 你看到這招的黑野魔影 剛剛好打了接近50%的傷害 基本上兩下這個紫王已經接近紅血 基本上加多一個催眠就可以抓到 之後花岩怪就可以做這個臨別禮物 降低對手的特攻 然後就退場 換上這個圖圖圈 圖圖圈第一關一進來 馬上可以用蘑菇包子 在這裡可以假設一下 如果對手不是紅血的話 圖圖圈用蘑菇包子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憤怒門牙 如果是非水屬性和蟲屬性 就可以再用這個浸水 回到紫王這一部分 當對手的紫王進入睡眠狀態之後 其實如果你貪方便貪快的話 其實就已經可以丟這個布網球 不用做替身 因為理論上正常這一回合要替身 主要是因為我貪快 所以就直接丟精靈球 而不用替身 因為我知道自己最後就是突擊背心 假設如果你貪快的話 其實就不用替身 直接催眠 然後浸水 然後當血量紅血的話 就立即可以丟布網球 然後就慢慢丟到他入圍 就是這麼簡單 假設如果真的 我捉不到我圖圖圈不幸地死了 就換上豆粒菇 催眠 然後替身 然後再捕捉 就是這麼簡單